记录音,太高兴了 这些大的理论,Hot Theory 我们学习结束了 今天是要来一些转的东西 所以今晚上的课程会很轻松 纯粹是一些故事性的东西 那么我们刚谈到的是 这些从谈的大事到道彻大事 这些意义上的学习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 Hot Theory,Hot Theory 之所以Hot是因为它来于理解 就像吃东西一样 吃到硬的东西 你要慢慢地脚 脚退坏了以后吃下去不笑话 所以你这些要一次又一次地多去亲吻 特别是这台南大事到处导师这些意义 这些学习对于我们 渐进这些净土意义的基础 和大乘佛法的基础来说 又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意义和大乘法的精华 它都是息息相通的 所以这些净土意义 如果说是真的是能够把它学习好 能够理解得很透彻 然后你再去接触 亲闻其他的经典 有些同学就是学完净土以后 也很喜欢清清花眼镜 清清嫩眼镜 清清波若镜 其实你如果说是有了净土经典的基础 亲闻其他的经典你都会很容易亲得懂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净土的毅力已经包含了这些波若的毅力 维时的毅力 这千坦的气息 它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学习第二对祖师 道处大师的 道处大师讲太久了 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善导大师呢 所以我们这有七次的讲座 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个特别里面 最重要的一些净土思想 可以甚至说 是我们学习净土意义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接下来的七次 希望我们大家呢 都花一点时间在上面 那么我们谈善导大师 这个净土思想 我们给他定的这个题目是 《立言、立行、可定古经》 就是说这个善导大师所确定下来的净土的毅力 《立言》就是他所确定下的净土的教理 《行》呢就是净土的行持 这个从善导大师开始呢 这些修学的框架 修学的这个structure 修学的system 就是说净土宗呢 在这个时候 我算是完全确定下来了 这个善导大师他生活是在圣唐时期 就是唐朝这些最繁荣最发达 也是那个时代呢 佛教的高僧 辈出的时代 他和玄奘大师啊 和汇集大师 和导宣律师 都是同时代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 这个你走出长安城 走几条街就有一位大德住在那边 就是这些一些宗派的八大宗派的掌门人 都是在长安城那作为了一队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那样一个时代 净土宝门能够在他的毅力的确定 和他的传播下 能够确定达到一个高峰 高峰 所以呢叫《肯定古今》 肯是肯模的意思 一个model 这种修学的理论确定了 修学的方式确定了 那么他把过去的呢 做了一个总结 总结上了 然后呢 对于未来的 以后的这些修学的方式呢 就确定下来 从此以后呢 就按这个方向 按这个model去修学 肯定能够成就 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 算导大师 净土思想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 那么我们今天开始第一讲 在第一讲开始之前 我们可以简单的review一下 我们过去所学习的 这条storyline 这个线索 但这个storyline 其实是一个旁媒 一个Dama lineage 我们谈这个净土的思想 并不是从我们华人中原地区的 卢山东林寺开始 那他的起源呢 是在古代的印度 所以我们从这个会员大师往前面推 那么会员大师前面 那他的老师是道安大师 道安大师 这往上面是佛陀成大师 这是西域来的一位高僧 那这我们再看到前面去呢 你看到了古代印度 那就有了世青菩萨 也叫千青菩萨和龙树菩萨 那么世青菩萨和龙树菩萨呢 这是因为他们的净土思想 直接启发了后面净土毅力的电竞和传播 大家很记得世青菩萨做的是什么著作吗 有没有净土方面的 网站罗 对 龙树菩萨呢 提出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 把佛陀的教法分为什么 南行道 南行道 对 这个是在什么里面提出来的 一个比较难记的经弄点 叫石柱批菩萨 石柱 石柱就是石地的意思 石地菩萨 或者叫石柱菩萨 批菩萨呢 就是广广 非常广博地讨论石地菩萨修学的弄点 所以叫石柱批菩萨 然后浓树菩萨前面有马铃菩萨 大家记得他的著作是什么吗 大乘起心龙 对 大乘起心龙 他在大乘起心龙里面 所谈的是让大家对大乘法产生信心 其中谈到对于净土法门 他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论述 就是如果说我们修学 想要保持菩提心不退 想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的话 那么从我们的修学 我们应该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才能够得到保障 所以这个是在古代印度 古代印度之前 你看我们谈到这个苏霍世界 我们有早期有福贤菩萨 还有文术菩萨 都有净土法门的传承 那么福贤菩萨的传承 只要是在华严经里面 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 最后福贤菩萨都是 倒归41个位次的 法神大使菩萨 都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文术菩萨呢 我们看他的开示 以及他发愿 他的发愿 也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最往前面推的话 我们看到 这就是在《乐严经》里面 大使之菩萨念佛约同章 那么大使之菩萨 谈到他在往昔无量节 无量节 恨河沙节以前 曾经跟超日悠光佛 学心俭佛法门 传播净土佛法 那么超日悠光佛呢 就是阿弥陀佛的 十二光名号之一 那如果说从这个概念上来说 那我们现在谈是 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节 那其实我们可以 如果说从真正的 圣神的大成意义里来谈 那他这一期 这一期是成佛已经十节 那么从 如果说是从九元去谈的话 他也是一种古佛在来 对象我们看观世音菩萨 早就成佛了 这法面如来 维摩洁菩萨早就成佛了 经述如来 一样 释迦佛也是早就成佛了 古佛硬化在那 化身为这些佛的形象 或者是菩萨的形象 来读化全身 这是一个简单的回顾 那么从这个 你看慧远大师之后 这个是公元334年 东晋时期 然后呢 我们看到到 塔雷大师 这是公元476年 这到道托大师 公元562年 这个是隋唐时期了 然后到善导大师 这个公元613年 那就是唐朝国历最盛的时候 他在长安以备 开始公养净土法门 好 那么有关善导大师的 净土思想 我们分三个大的部分来进行 第一个是 善导大师的生平和行持 这是我们今晚要学习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 善导大师时期 净土的公团情形 这是我们下周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是我们重点要学习的 是进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 那么这个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一共也会有五次的讲座 都是一款学习善导大师 好 那么首先来看这个 善导大师的生平和行持 那么这个生平和行持 其次来说的是简单的 了解一下善导大师 他这一生 他的净土思想的学习 传播 他修学的方式 以及他留下的著作 和他的思想 对我们的影响 第一个部分是 初学 诸经 思维 则法 第二个部分 玄宗参学 长安宏道 玄宗是玄宗寺 有些同修可能应该去过 山西的玄宗寺 离五台山不远了 他弘扬佛法 弘扬净土法 主要在唐安 就是今天的西安 那个时候是唐代的国度 第三个是 延迟戒律 精勤苦修 第四个 方便接种 瑞相往生 第五个 善导 所说 如同佛说 善导大师 所说的 这些毅理 以及这些修学的方法 就像佛说的一样 与佛说的 亡如别 这是 从联治大师 到后面 印光导的事 我们第八的主事 和第十三的主事 一直所提出的 他所确定下的 凯定古今 对前人的思想 做一个总结 对于后边 我们这些后人 所学习的方向 做一个明确的指导 所以 他的子嗣 他所留下的这些遗教 就像佛所留给我们的一模一样 我们先看 第一个小部分 初学 助经 思维择法 我们看 善导大师 他出生是在公元的六倍一十三年到六倍八十一年 他住世时间一共有六十八年时间 比 玄奘大师要小个十一岁 就是去西前取经的 为世中的 这个实际开创的 玄奘大师 小十一岁 比 南山道宣律师 小十七岁 南山道宣律师 就是律中的 律中的开山祖师 那么我们近代 选弘扬律中的一位大德 大家非常熟悉 叫什么名字 洪一大师 对 洪一大师是 南山道宣律师 佩契项年第十一岁祖师 所以 这个 善导大师时期呢 他就和这些 这一批的 这一批的高尊大德 基本上都是同时期的人 那么他被 后来 宋朝时期 却定下来 是为 这个 靖土宗的 第二代九师 从 他出生了 这个是三宗之伯人 出生的 出生的时间 还是随长 随阳帝时期 那个大业九年 十岁的时候 十岁的时候 就出家了 做小差异 跟着 三宗宗的高僧 名胜法师出家 大家注意 这位名胜法师 这位名胜法师 是一位 非常了不起的高僧 三宗宗是什么呢 他所宗的经典是 中宗 本宗和十二门宗 就是 龙树菩萨和 七波菩萨 龙树菩萨和 七波菩萨 龙树菩萨的弟子 叫七波菩萨 那么他们两位的著作 要作为 开宗的 根本经典 那么他们所谈的 都是 著法的起性 可以说 也就是说 所谈的都是 波罗伊礼 那么 当然 谈波罗伊礼 也会谈 著法的起相 相对的就是 法相 为是种 一个法相 一个法性 那么 侧重点不同 为是种 谈法相多 谈法性少 那么 三种种 也就是法性种 谈法性多 谈法相少 所以这个宗配呢 是对我们佛教的 思想上 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宗配 那么 从他的整个的 思想体系传承呢 当然 开一三祖祀 最早的开一三祖祀来说 也是释迦是从 因为说 这些法相的 法性的这些毅礼 比如说 大波罗金 金刚金 这是他们所义的经典 那么这些都是 释迦是中所讲的 那么后面呢 这个传承呢 是由文殊菩萨来传播 然后后面有马明菩萨 到龙殊 到齐坡 齐坡后面 他的弟子叫罗霍罗 这个罗霍罗 不是释迦是中 那个时期的十大罗汉 这个是龙殊菩萨 齐坡后面的 齐坡后落 然后一直传到 当时西域的 秋次国的王子 出家以后 他叫 齐悦利苏 那么从 齐悦利苏 传个学 传到 吉姆罗什大使 所以 吉姆罗什大使 来到我们中原 翻译经典 他的思想传承 其实来说 都是直接 传自龙殊菩萨的 所以他诠释的 很多经典的 毕业 都是依照 三浓宗 或者是法信宗 这样一些 基本的立场 来传播 那么 吉姆罗什大使 后面 他的弟子很多 门人有三千门人 有名的 有十德 十德里面 又有四圣 四大弟子 最有名的 僧照大使 和道僧大使 那么他们 传承的是 吉姆罗什大使 非常重要的 这些 波罗耶 三赵 道僧大使之后 就是叫 坦记大使 就到南北朝时期 然后到道郎 这道生存 这道法郎 法郎下面 你们传两位 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吉姜大使 一个是民生大使 吉姜大使 就是家祥大使 住在家祥市 他是伊朗的王子 当时来到唐队 来出家 跟着法郎大使 学三弄的意义 那么 门圣大使 和吉姜大使 是四兄弟 那么 善导大使 他出家 是跟着 门圣法师 门圣法师 来出家的 所以 你看 他的基础 他所学的基础 其实是 波罗学的基础 所以这一点 是我们后面 渐渐地 在不断地 在找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 才发现的一些有关 这个民生法师的这些信息 之前有关 他的这些资料都很少 那也就是告诉 我们善导大使 他在初学的时候 学的都是三轮中的间谍 三轮中的间谍 对于这些大臣间谍 像法华经 眉毛绝经 眉毛绝经也是谍 波罗空性的 这就是 非常的熟悉 那么 经过多年的学习以后 这些毅力就 渐渐渐渐渐的 佛学的修养 就越来越深厚了 所以 你看这个善导大使 虽然说 他的著作里面 基本上不谈 什么波罗的毅力 所以有些人 就不了解这些 净土毅力的时候 觉得这个善导大使 好像是一个 苦行生的样子 又看到他的备佛 什么什么 又看到他的修行 但从这些 净土的基础和毅力上面 他是不差跟任何一位 主持大伙 那么这个 当然这个 对于大臣经典 毅力的学习来说 善导大使 那个时候 年轻 如饥四渴的 这些学习 但是学习过程中 他也在不断地在思维 思维什么呢 就是说 佛教的经典 越学 越感觉到自己 知道的越少 这个我们在学习这些 大乘意义里的时候 都是有这种感觉 越学越感觉自己无知 所以学得越多 我们的心会越谦卑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善导大使 依旧是这种感觉 他越学越觉得自己 这个知道的太少了 这个智慧太浅了 那在这种情形下呢 他就想着 这个经典太多 到底应该从什么方面去下手 更为方便 能够更加快速地 去入到佛菩萨的智慧 所以 他在做这样思考的时候 做这样思考的时候呢 有一天 有一天呢 在一个寺院里边 看到了这个西方净土变 有关西方净土的壁画 这个变 这个就是把基能变为壁画 这个是我们佛教历史上 一个特定的名词 变变化的变 或者叫变文 你看很多有些经典的文字 它并不是严格按照古代的文艳文 这些布局结构来布局的 就是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经典翻译用的 基本上都是最简单的文字 你要真正是那些早期的classical chinese 那一般老百姓是清不懂的 读不下去的 所以呢 这些 易经的大师在翻译经典的时候 已经用了最简单 最直白的文字 那么把这个古代的这些 翻译翻译翻译成华文 这叫经 这个叫辩门 那么当这个 古代的翻译 变为华文 然后把这个经典的 古典文学 古典古文 变为这些 能够大家能够接受的 能够理解的文字 所以说一般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我们现在所读的很多经典 这古代就是白画 在我们现在看 又是已经是古文了 但这古代就是白画 然后呢 把文字再变成 再变成壁画 再变成图画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 尤其很多人连白画文都看不懂 那就看壁画 看法画 所以这是我们古代这些 翻译经典 能到红传佛法 这些高僧大夫们 他们的智慧 那么当善导大使 在寺院里边看到 这个西方净土变 就是这个壁画上画的是 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一切清静庄严的时候 心里边就在 很欢喜 很欢喜 他本来已经很长时间 在思维说经典这么多 应该是选择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能够一门深入进去以后 潜性修学才能够进步更快 那么正好在他这样思维的时候 看到西方净土变 所以他就脱口而出 说何当脱之联台 齐神净土 什么意思呢 他说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么清静庄严 何不去让我能够 从联方里边化身出来 让我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 也以行以义的修学呢 这是当时他看到西方净土变以后 直接的这样的反应 那后来他跟着妙开律师 受聚足戒 在这个律师 华文里边叫律师 英文叫老爷 这个词呢 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 这是佛教里面开始有的 这个律师就是这么沿袭 佛教戒律的这些大使 叫律师 所以你看在古代传戒 这是一桩非常慎重的大使 那么戒谈 戒谈是国家严格控制的 那么一般都是 你有这种寺院 有这样的地位 有那样的规模 他才允许他传戒 那传戒因为这是 要聚集很多人 并且要传得如法如意 要把佛陀所制定的戒律 一等一等传承下去 所以这个是一桩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么妙克里斯 在唐代那个时期呢 他是在各地 宏传戒律的一位大使 那么他的座下 受巨祖戒 为什么叫巨祖戒呢 我们知道我们修学 像我们一般 这家受古戒 然后呢 我们受一日一夜的 这家法国这戒 那么这家 还有这家菩萨戒 有出家菩萨戒 那其中 泛王经菩萨戒呢 这家出家都可以说 然后就通这家出家 那么出家的 出家以后呢 要说五戒以后呢 要说三米十戒 三米十戒 这上面呢 比丘呢 有二百五十戒 那么比丘尼呢 是三百四十八戒 那么如果说这个二百五十戒呢 和三百四十八戒 比丘的和比丘尼的 就叫巨祖戒 那么也就是说 受完戒以后呢 就是真正的 在佛教里面 和在国家场面呢 都认可的真正的 正规的三人 那个时代 大家注意 那个时代 这个要真正受具主祭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 从南北考试期 一直到唐队 一直唐宋明清 到清队的清是从乾隆年间以前 你要出家 要受戒都必须要考试 必须要考试 考试呢 比考秀才考举人还难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叫考官不如考佛了 就是因为 每个地方 他严格限制 出家的人数和出家人 他的品质 如果你要真正要欺辱佛法的话 要能够宏要佛法的话 对于这些经典的学习 理解没有到一定层次 没有到一定程度 它是不可能的 所以非常严格 那么他这样就是 赛道大师受剧主界以后 有一次呢 就是偶然进入他闯住的寺院 进入葬金庐 在葬金庭面 默默地祈愿 愿佛力加倍 指导他修学的方向 那么就随手 在很多经书里边 去抽出来的是 《观无量寿经》 这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他是看到西方净土变 然后从心里面非常欢喜 第二次呢 是就这样 在藏经前面祈祷 那么他抽到了《观无量寿经》 这是《净土三经》之一 他非常欢喜 那么拿到《观无量寿经》以后呢 《观无量寿经》里边 我们所谈的 所列的 主要呢 都是怎样去通过 思维 意念 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的庄严 佛的庄严和福尚的庄严 通过所观察的像状的清净 来让我们自心得清净 得定力 是这种方式 所以这是那个时代 唐代 各宗各派修学 对于净土法门 非常非常的认可和认知 主要就是因为 由于《观无量寿经》的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观无量寿经》里边所谈的这些观想的对象 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些清净庄严的维系部分 维系部分 这个呢 完全不是我们反复凭想象能够知道的 他是 释迦是从应伟齐西夫人所提请 对着伟齐西夫人讲 怎样去通过观想极乐世界这一切清净庄严 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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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维系 要从水观 从日观 观想西方极乐世界 先从观想我们西边这个太阳开始 红彤彤的一轮太阳 观想太阳 先看着太阳 夕阳夕下 这个落日的地方 那在观想过程中呢 就会出现很多状况 什么状况呢 如果说是业障重的话 你能这个太阳都观想不起来 那你看到的是黑色的乌涌 遮备了整个太阳 业障上的轻一点呢 你看到的是黄色的 杂色的乌涌 浮夕了太阳 最轻一点呢 是白色的 白色的荣彩 遮住了太阳 看不到太阳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老老实实回去参悔业障 就是你还不是做一些观想的根基 没有办法 从头再开始 菜会一让 心能够仔细下来 静下来 对烦恼的这种控制力 降服力 达到一定的层次以后呢 再来回来再开始 看能不能观想到太阳 然后呢 你看从观太阳 慢慢地 黑眼 闭眼 都是一笼沉沉的 太阳之眼前 然后 你再想着哪一盆水 把水 观想这个水 水 再看到清澈的水 从水下到水上 水转成冰 冰变成流利地 那这个过程以后呢 真的能够修到 把水变成冰 冰变成流利地 你就可以 已经可以算是 丰富 已经是很不了不起了 所以能修到地观 能修到地观 十六观里边的 日观 水观 地观 第三观 就能够保证 得生极乐世界 那就是说明是什么呢 靠念佛的功夫 和观想的定力 能够得生极乐世界 但是一般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凡夫 第一观都修不好 没有办法突破 所以呢 为什么 霍勒善道大师强调 必须要用 念佛的方式 用佛号来设心 第一次因为 我们这个时代的 众生业障太重了 冒想杂念太多了 你想 专注一念 观想某个东西 有时候观着观着 并且呢 与于这种急躁的心 马上想见 某个境界的心 这个一起来以后 磨境界现前 有时候并且呢 很容易走过任务 所以这个时代呢 大家都不启常做观想 而启常了念佛 那么 善道大师强调到这个 观无量佛境以后 他的根基很深啊 所以呢 他就拿着这本经书 这五里密集一样 然后呢 就进中南山去了 进中南山去 跟着这个 观无量佛境 所调的步骤 去修学 像这个十六幻 十六幻 去修学 这个这样呢 前后有几年时间 观想丰富 以正妙境 常于定中 背观极乐世界 以路德 精彩保持 等近 如先目前 那 就是说 他通过这样几年时间 的观想 已经能够得真正的 叫念佛三昧 或者叫观佛三昧 三昧是得大定的意思 他能够对于整个极乐世界 背观极乐世界 背是什么呢 详细 他对极乐世界这些非常微妙的 这些维系的相状 他的定境当中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那也就是说当他一入境以后 他能够就像看极乐世界 就像在眼前一样 这个是没有甚深的功夫 就是完全是做不到的 那么这样就更加坚定了 他求生净土的信愿 所以我们在古代这些寺院里边 我们去很多这些 可能唐代的寺代的寺院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这些寺院的大神宝教 这些墙壁上面 它基本上都有壁画 都有壁画 那么壁画呢 有些是根据药师经 根据药师经所画的药师佛 这整个他的发愿 他的心菩萨道 他整个的给众生 现前的各种安乐 关注众生 各种身心安乐状况的 这些图画壁画把它画出来 那么有些画的是 维摩杰经 你就看到 就是和文殊菩萨和维摩杰菩萨的对话 探讨这些甚深的打成法的 不如空心的毅力 有些呢 它上面画的是无良寿菌 有些呢 是观无良寿菌 有些同学可能去东黄 东黄 东黄 有没有人去过的 应该有很多人去过 应该去 去东黄 你会看到东黄石窟里面 会有无良寿菌的变相图 有观无良寿菌的变相图 也有极乐世界的变相图 就是这些壁画在那个时代 大家看到这些壁画以后 由于以前这些画师 他们的心都很虔诚 你看我们在看到古代这些壁画也好 塑像也好 那种佛像 那种射手力 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 你看到有些在博物馆里面 那些南北高时期 北魏北七北州那些塑像 那种散发出的那种力量感 让你的心马上就能够宁静下来 那就是说 他这个塑像的人 在叼那个佛像的时候 他是带着十二万号的虔诚 和他自己的这种非常恭敬的信仰 在里面 才能够叼出来的佛像 不像我们现在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一代一代这些时代变了 当这个 我们说是当这一切的 这个心向在变的时候 你的未边的境界都在变 如果说你看 如果说你心里面脑想着是赚钱的 你就看了个佛的眼睛 你就看了好像是伤人的脸一样 这是个赚钱的脸 如果说你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信徒 你看到 那你在造像的过程中 你看到的佛像的造成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善导大师呢 是受到这些壁画的 这些惊变的 这些影响呢 对他的这些产生的信愿是非常直观 再加上能够抽到佛数官无量受精 那么更加通过修学 让得到念佛三美以后 就确定了他求生净土的信愿 第二个部分是 玄宗参学长安宏道 那么从善导大师来说 他非常敬仰卢三慧元大师 对于慧元大师呢 这位已经念佛得往生的 在南北朝时期 南朝佛教第一人 他心里面非常景仰 特别去东临寺 去赶礼慧元大师的遗憾 我们在学习慧元大师的时候 我们谈到说是慧元大师 在离往生前 他有三次进佛的经历 那么最后呢 都是留下一言 就是把他的身体 他往生以后 把他的身体就把衣服都扒掉 就放在那些树林里面 去让虫子和鸟去吃他的身体 就是去布施 那么后来 当衣放出去以后呢 弟子们就心不忍了 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慧元大师 然后他马上就把这个身体又收回来 收回了以后呢 根据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文献的记者呢 慧元大师的肉身在明代时期都在 他的肉身一直没有腐烂 在明代时期 在修慧元大师的塔的时候呢 还有从地宫里面挺出来 然后呢 甚至到了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都有人看到过 慧元大师的肉身 包括东霖寺的经文书啊 都有看到过 那么后来就是 由于各种各样的这些灾难 可能是被人藏起来了 现在是我们看不到 可能是我们福报够的时候呢 又会出现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 大概可以推测 这个 善导大师到东霖寺寺的时候 应该是有看到慧元大师的肉身的 所以他看到这个 这个慧元大师 在那边的修学 他对领 我们谈到 他曾经有对领 这个一百二十三个人 全部都有网上的瑞相 这个在我们的华人的历史上 在佛教的历史上 这都是第一次 那么我们再去想想这个 当时慧元大师 他的老师 道安大师 他是发愿求生 弥勒菩萨的兜朔内院 而从慧元大师时期呢 他是非常明确地发愿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个是 在我们 在我们整个的佛教史上 他为什么 把慧元大师作为 我们的第一的主持 就是明确地 起初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在慧元大师呢 是第一人 并且呢 他以自己见佛 以修学念佛 持戒 坐禅 这种方式 回向求生 净土 所有的人 都有网上的笑 那么这种 这种前行 就是 当慧元大师 到了东林寺以后呢 他 关于远空一记 凯然增思 就是当他考虑 这个思虑就很多 思虑就很多 就他想得就很深 那么想得很深 就说 慧元大师 以他那样的智慧 以他那样的修学 他没有发愿说是 在来生 马上要行菩萨当 也没有说 他马上要去 都说了愿去救救 也没有说 他要去其他的佛国 而是非常肯定 非常明确地 直指希望 要发愿去 这个极乐世界 所以这样我们看到 就是说 这个 慧元大师在东林寺 修学念佛 净土法文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 瑞相记录 以及 那个时期 十八高弦 一百二十三个 这样的念佛德宝生 有瑞相的 这些最佳出家的弟子们 这个对于 善导大师这种信心的坚固 是有着非常直接的作用的 那么离开东林寺以后呢 后来在寻访高僧大德 到了正关十五年的时候 正关十五年 二十九岁的时候 经到道处大师 在玄宗寺 弘扬净土 所以呢 他就不远接力 从长安 特别去了 山西去餐学 那么 这个时期 他去的时候 道处大师的年龄 已经八十岁了 我们在学习道处大师的时候 八十岁的时候 道处大师这个 一颗牙齿全部掉完以后呢 又重新长了一颗新的牙齿 升起了越来越硬朗 那么 精神呢 越来越出力 那么 当这个 道处大师遇到 善导大师以后呢 他非常地欢喜 因为看到善导大师 修学已经是 得涅薄三门 对于净土佛们的信心 又是这样的坚固 那么这样 他就觉得这个 是非常难得的机遇 道处大师 他想把他 讲 观古量受精 这样的体会和心得 想要 全部的 传授 给善导大师 那么我们 从这个学习 道处大师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道处大师前后 讲观古量受精 讲了两百多遍了 你看这个古代 我们看到这古代 这些大德一般都死 专一部经典 要么丢不了手机 要么关不了手机 要么阿弥陀佛 他也不多 但是不断地去重复 不断地去重复 那么在重复过程中呢 这些其他的弟子们 这些对于这个经典 越来越熟练 他的误处会越来越多 说了三巧啊 但他从他本人来说 这种境界医力 在初来跑通的过程中啊 这种体会也会越来越深 那么 道处大师看到善导大师以后 那可以说 是望年之交啊 他虽然说已经八十多岁了 那由于他有这么深厚的 修学的经验和心得 所以呢 他就把他讲述 关心的所有的心得气会 和他的这种误处啊 智慧 全盘传授给善导大师 那并且呢 叫善导大师 亲自观想 观无奈后经里面所谈的 九品往生的各种各样的境界 这个呢 说你看 都是不容易的 必须要拿到很深的定力啊 才能弃入到那种境界里面 让你亲眼看看 上品上升是什么样的景象 上品终身是什么样的景象 也让你亲眼看看 下品下品是什么样的景象 那在我们来说是读文字 我们读文字 然后呢 凭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考 当然是依法思维 我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景象 但是从这样 道处大师和善导大师这样 那么是入定 入定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从定力里面 我来引导你进入到那个境界 那所见的那是真实的一个画面 就像我们现在看这种大屏幕一样 这样你看这种 你对于我们这种产生的感觉 这种感受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当善导大师呢 看到这种情形 在道处大师那边 经过这样的修学以后呢 他就非常的感恳 说此真入佛之今要 修于行业 余辟完成 为此法门 苏超三思 那通过这样的观想 这样的 道处大师给他 耳其面面以后 他真正的感受到 这个净土法门 是弃入到佛法 弃入到佛境界 佛境界最要紧 最关键 最精华的一个法门 所以修其他的行业 余辟完成了 可是走弯路 走弯路太多 我们在前面的学习 我们也看到 就是你要真正靠自力地修学的话 从初性位 从初性位 发菩提心 然后呢 经过多生多劫的修学 多生多劫的修学 到七性位 完全把这种建丝反了断境 到十性位 把成三反了断境 到初住位 开始入法身大四位 开始破一份无名 正一份法身 然后再经过四十一个位词 到等觉到妙觉 那这个整个的过程 非常漫长 无量节又无量节 无量节又无量节 所以说这是弯路 那进度法门是单道直入 所以这个法门 你到极乐世界以后 再也不会退转 这一切的修学 方法是非常真实的 这极乐世界也是非常真实的 阿弥陀佛所教导的 所设受的 这一切中生 到他的国土里边 岔土里边就修学 也是真实不虚的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产生 这个不二的真诚的信愿 按照这个法门去修学 速超生死 肯定能够快速地 处理生死 处理生结 快速地得不退转 快速地成佛 好了 那么到了四年以后 我们知道 这个道处大师是八十四岁元寂的 那也就是说 四年以后呢 道处大师元寂了 这个时候呢 善导大师呢 是三十二岁的时候 你有时候想想 三十二岁 那也就是说 他二十多岁 他就已经得念佛三昧了 所以我们想一想 我们都感觉 哎呀 这真是什么样的根性 他能够念佛几年 在那边修学的话 他就能够得念佛三昧 就能够在定境中 能够倾见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切的清净状元 二十八岁的时候 跟随道处大师修学 就能够把极乐世界 这个九品广深的情形 观想了一千二十 亲眼所见 亲身所感受 历历在目 那么这样就不断地 增进他的道仙 那么道处大师元旧以后呢 他又回到了中南山 中南山离西安 大概是开启 就一个小时 在古代会叫兰山 因为在西安称的兰面 所以叫兰山 这个自古以来是 我们这个达成佛法里边 很多祖师都住在那边 道处大师 兰山道处大师 指的就是他的道处在中南山 中南山禁业史 华严宗 华严宗的祖秦 在中南山 那么 善道大师 住的乌珍寺 乌珍寺 也是中南山下面一个分支 玄奘大师 那个时候 最后晚年了 也是住在中南山 这些各宗各配的一些高僧大德 那么大师都聚集在中南山 那么乌珍寺大师呢 到道处大师圆寺以后呢 他又回到了中南山里边 就说一个人在那边 独自地在浅修 当然也时不时地去 去唐安坑里边 在神寺 神寺就是 玄奘大师所住的寺院 在光明寺 去弘扬 净土法门 那么 乌珍寺 遇到人呢 都是 演说净土的毅力 这样就是 前后 都有三十年时间 就是他 住在中南山 但是 会 一直在 弹城里边 去红化 有时候呢 在弹城里边的 各个寺院里边 也不断地走动 所以有一次呢 他在 长安的西军寺 西军寺 和一位叫 金刚法师 变弄念佛法门 他的胜略 就是这个金刚法师呢 听到 善达大师 谈 净土的毅力 谈念佛的殊胜 谈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切的清净庄严 好 他不信 他不信 这个 善达大师就说 如果说是 念佛法门 是虚假的 如果说 念佛 不能得生净土 如果说 我在这里 欺骗你 欺骗大众 那么 让我 说让我善达 就马上就从 这个高度上面 坠下去 坠下去呢 当时 当场 度地狱 然后长时间 受苦 用不出气 那就是说 当时他是 坐在法座上面 和下面的 金刚法师 编弄 然后呢 他有这样的一个问答 那么他讲完 这话以后 然后再反过来说 如果说 我讲述的 净土毅力 是真实不虚的 如果说 念佛法门 通过大家心愿 支持阿弥陀佛名号 是能够得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 如果说 我说的 每一句 都是真实的 那么 他就拿去手里面 这个 如意 一个如意 这么指导一下 满堂这些佛像 如果说 我说的这些 都是真实不虚的 那么 让满堂的佛像 都放光吧 结果呢 满堂的佛像 都开始放光了 那么 这位金刚法师呢 马上就 折服了 知道 这真的是 真的是 善道大师 所述说的 这一切的 净土毅力 是真实不虚的 基督世界 是真实不虚的 那么 他在 长安的 弘法期间呢 就是 这家的 出家的 在他这样的 不断的 诉说 不断的 炫免一下呢 度化的人呢 不计其数 那 在 网上 西方略传里面 谈到说 善道大师 整个的当时 这就是首都啊 国都 草原城里面 文化 所以整个 草原城里面 渐渐的 渐渐的 都被 念佛的人 充满了 那么 弟子中间呢 说有些 有送 阿弥陀经 有送十万遍的 有送十万遍的 有些呢 送阿弥陀经呢 甚至 送了五十万遍 有些呢 是念 念佛 最低 最低 一千 一万生佛号 有些呢 每天达到 十万生佛号 一千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时期 这些 这些佛弟子们 他们的 前程 我对前几届的学生 我的要求 我说你们 让大家 一切保证 要一万生佛号 后来三年疫情期间 我对第五届 第六届 学生呢 都不敢要求了 因为很多人 已经是 觉得 这个环境 已经 整个都是 疫情期间 很压抑了 再给他 一万生佛号的压力 他感觉 他奔破了 受不了 我都不敢要求 所以随缘吧 随缘吧 现在呢 我觉得 真的是 有业同修 可以试试 你不一定说是 一次要把 一万生佛号念完 可以分开念 早上 假如说念两千 三千 中午呢 念两千 三千 晚上呢 你念个三千 四千 五千 这样 其实 一万生佛号的话 你念得快的话 大概七十分钟 或者是六十分钟 就能念得完 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你可以 可以分开 或者是 你可以 早上半个小时 晚上半个小时 中午念到二十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 这个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主要是 让我们知道 我们 今天假如说 我有一万生佛号要念 我们知道 哦 我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功课 没有完成 你心里面有个牵挂 如果是你不牵挂 念过的话 你又去牵挂别的东西 是不是 这就是 凡夫嘛 就是这样 所以呢 你把念佛 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 来做的话 那就是 我们知道 这个 我们一天呢 就知道 我们有一个task 有一个mission 就是这个任务要完成 这个对于我们的吸血 帮助还是很大的 开城那个时期 整个开城 我们知道 在西方世界 有罗马帝国 在我们东方世界呢 是当时的长安 这是东西方两个最大的故事 但是呢 当时罗马城的面积 只有长安城的五分之一而已 长安城那个时期 唐队四级人口已经超过百万的人口 是现在的南京城的两倍大 本京城的一倍多大 所以根据你看现在这些挖掘的历史伏迹 当时长安最大的最宽的马路叫朱雀大街 然后第二个宽的叫聪明大街 朱雀大街它的宽度是多少 一百五十米 你可以算一下 一辆车的可以三米宽 五十辆车可以避兴 它的整个马路的一辆款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代 为什么是 它是整个东方文化的中心 宗教的中心 经济的中心 非常开放 你看在这些官场里面做官的 有伊朗人 有伊朗克人 有日本人 有朝鲜人 有蒙古人 西域的各个国家 都可以到长安城这些政府里面去做官员 去考公务员 它是对全世界配方的 它是非常包容的那样一个独城 所以在赛导大斯那个时期 在长安城里面 我们要净土法 竟然能够把净土法门 能够推广的浪广 就是到后来 《长安城》里面说 将将官是因护物阿弥陀 这就是由于善道大师 推行净土法门所产生的现象 所谈的 就是由于善道大师 不断地推广 大家都可以相信有观音菩萨 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都可以被观世音菩萨 都是被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 产生了这样一个 将都信佛的这样一种 这是非常殊胜的现象 那那个时候 念佛 得这个念佛三倍的 也是数量非常多 出家最佳的弟子 瑞相往生的 也是不计其数 在善道大师那个时期 这个就是善道大师的一个 洪化的过程 那么我们看第三个部分 叫延迟戒律 精勤苦修 就是从他自己的修学 我们看看 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启发 他的一生都是以净土为归宿 那自行方他都是以敬业具现 就是说 那个时期我们知道 大乘佛法的八个宗派在长安城里面都是百花齐放 都在非常广泛地在传播 但是善道大师在洪化的过程中 由于他自己以净土为归 并且在那个时期 可以说那个时代物质最丰富的一块地方 大家的物质受用享受也是最奢华的一个地方 你从现在 现在所我们看到 像这些法文士地宫里面出土的东西 或者是其他普通的本性所用的器具方面 你就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大的经营器 我们谈今晚 今晚真的是有那么大 像现在那个大瓶也那么大 就是他们一般用来盛水果 盛日常用品的 就说明那个是非常富庶的 然后你想想 物质受用那么丰富 大家的生活那么优越 思想越那么开放 但是呢 但是呢 那么多人又发愿求生净土 你想想这次为什么 我们的华人的文化里面本身对于这些行而上的六合之味的 本来是从而不诺 这是儒家的思想 知道他从事但是不讨论 因为讨论要细节方面 从儒家的圣者来说 这个细节他也不知道是到底 为罪的这些千道的情形 然后其他道的情形 他有什么了解 但是他相信他有他的从事 然后在善大大师推广之下 竟然有那么多的人 能够一心一意地发愿求生净土 甚至我们看到后来很多的记者 基本上很多人都开始吃素 连杀生 杀生大家都不杀了 所以搞了很多这些图 以杀牛杀羊杀猪为业的 很多没生意做了 所以曾经有一个骑着杀猪刀去找善大大师 算账了 你搞了这么多人开始吃素 我每生意做 曾经有这样的现象 那你都可以想 那个时代这些 这是我们的华人 我们的祖先 真的是他们善高的身后 那么当然这次 从善大大师对自己 他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 是以戒律 为你规范自身 不犯先好 众戒小戒 他都持得很严格 不求世俗的名利 即使有这些善心供养的财物 都把好的给大家介绍 差的留给自己 这个就是和我们一般人都是把好的留给自己 不想要的才去跟其他人共享 这些我们看祖师大德的行使呢 他是恰恰是相反 那么虽然是这样呢 这个在接受大家供养的时候 他依旧还是心里面很不安 他就是常常在自责 他说 实际上是从赏来分位 我何人也敢端聚而说共养呼 这个在谈到就是当佛法传到我们中原地区以后 跟古代印度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建立了丛林制度 一套非常完整的作息制度 修学制度 代人接客制度 贯单制度 未出参写制度等等 这就是我们谈的SOP嘛 这寺院的管理 从唐代时期开始 他就是非常规范 建立这样的清规和这些严格的寺院规定以后呢 然后呢 他就这也不需要去脱过其实了 然后寺院里面呢 都有自己的地产 但是善导大师那个时期 他在接受信中供养的时候呢 他依旧觉得 你看 你看佛都是出蒙脱波其实的 那风味就是去脱波其实的意思 那么说我是什么人呢 我还敢坐在这里接受大家的供养 这是善导大师这样 所以他平时呢 他都是去卫边去气势 来一个国去气势 他又非常enjoy 非常欢喜这种事情 做这种事情 你看这个我们可以去试一试啊 你要去言论去气势的话 对一般人觉得这是一件很大不下面子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新加坡这个都是非法的 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你在其他地方来说 你想去脱波 都是心里面都是这种我 我的观念很强烈 你想早上借个东西 有时候都是不好意思 何况是你每天去脱波去气势 但是他做这件事情 做得他很享受啊 每天去去食 然后呢三一一波 这些都用意了都很简单 脱完以后呢 所有东西 这些洗波洗碗 都自己来衣服也自己洗 从来不要其他人去代替自己 去帮忙自己 就是从他的生活上面 都是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 那修学主要是以念佛为主 修学是非常精进 每入室者常会念佛 那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在来念佛 我们是坐着念佛 我们精心念佛 有时候我们是懒了 躺一躺 躺下念佛 躺着躺着睡着 佛也不去念的 当时去了可不知道 所以善导他 他是什么呢 躺着那边念佛 对他这个非常虔诚 常跪 就是非历皆不休 直到念到佛上没有力气了 才休息 只要有一点力气在 还在那边念佛 虽然寒冷 必须念到流汗 一次相撞 表于支撑 这是最冷的时候 西安的冬天是非常冷的 零下十多度 零下二十多度的前期 跪着那边念佛 念到哄生出汗 然后才清止 以这种方式 表示自己这种至诚之心 三十多年 无别倾诉 不再睡眠 这个就是非常精进 基本上我们说 不导单 不导单 睡眠非常少 波周行道理佛 方等站为己任 波周 那么有时候也是一种 进行的方式 进行方式 我们在后面 我们要学习 我们第三代祖师 这个成员大师 他的一生就是行波周 一次是九十千 九十千 行走九十千 不睡眠 不坐不悟 我们这些 我们想学得像 清神话的一样 这是真实的 发生在我们 祖师大的身上 那么善道大师 也是以这种方式 苦行的方式 来进行念佛 方等就是大臣经典 大臣经典 在弘扬净土的同时 他也是会去 弘扬其他的大臣经典 扶持戒品 先好不患 决意名利 远住戏效 这些开满笑 这些都很少 所行之处 净身共养 如烙其乎 皆被淹淡 则到哪里 身上有了这些财物的话 全部都不死掉 这些乃志性 一切呢 都不去吃它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Vegan 所吃的东西都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干净 那么这样 就是勇猛精进 日积 当然是时间久了 以后 到处是悲凡了 所以他曾经在大众面前 他念佛 口念一声佛号 就有一道光明 从头里面出来 念十声就有十道光 念百声就有百道光 念千声就有千道光 念得快 光就连传一片 所以这种祈祷瑞向 以这种方式来激励大家 来念佛 来进进半道 这个我们在昨天晚上 星期五的课 在讲佛号里面 有光明 智慧之像 佛号是阿弥陀佛 智慧的表达 智慧用什么来表达呢 用光来表达 佛放光 这是以智慧光 来感召整众生 来接引众生 来照处众生 众生怎么样去接受佛光的照处了 要敞开心扉 接受佛光 接受佛光 那用什么来接受呢 用至诚的心 用柔软的心 用信愿的心 生性才能打开 内心里面这一切的纠结 一切的阴暗 才能够对佛敞开 能够接受佛的光明 那么善道大师 透过这种方式 以这种形式 这种修学 精勤的修学 真正是把这种 念佛出光 真的是把这种功夫 演示给大家看 所以他为什么要 长安光明善道大师 这个是后来 唐高宗李志 对他的赞叹 叫光明和尚 那么他能够一生 悉心于这种 弘法 修学 护教 念佛 那么见到废旧的塔式 也是就马上去恢复 都是不遗余力的 去请劳相助 把这个寺院恢复起来以后 马上就转手 交给其他人去做 自己呢 又离开了 这个可能近代 有些同学 可能知道 虚荣老师就这样 他恢复了很多寺院 修起来 修好了以后 马上跟其他人做出持 然后自己又离开 再去恢复另外一个寺院 一生就这样 做这种寺持 善道大师呢 也是恢复了 很多这样的寺院 也擅长 照相 他恢复寺院 就说明 他懂建筑才能恢复呀 所以你在我们现在 如果你要建一个建筑去 你感觉真是不是一样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前几年 前五六年在修 这个重建的过程中 涉及到的方方面面 电力的工程 结构的工程 园林的工程 整个这些土木的工程 灯光的工程 里边内结构内装饰的工程 真的是 一座建筑要起来 要很多很多方方面面 配合起来 才能够看到这么一座 能够建筑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 你看看这个 佛教历史上这些高僧大门 你就感觉很奇特 好像每个人都懂这些东西 他要恢复一个寺院 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图画在那边 你说如果说特别是 我们现在去看看古代那些建筑 这个东西怎么套上去的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有些你看古建筑撤下来以后 你把它恢复起来 好了 惨了 完全恢复不起来 并且你看到古建筑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木结合 木是柔软的 水泥 钢尖水泥呢 它是僵硬的 那么你可以遇到这些地震的时候 木的东西它造的话 你看像那个山西印线和释迦塔 从辽来思习到现在一千年 一千年时间 整个它所出的印线 前后地震几百次 那些大大小小间就全部都垮掉 全部都垮掉 震塌以后 没一座间就是混争 但是那些辽塔在那边 一点所谓都没有 所以你就想象我们这些古人的智慧 你必要是看到好像没死了 那塔造的也近北米高 你按现在来说 这是二三十层大过来那么高 全部木结不套起来 你这个整个建筑来说 它这种抗震性 它整个的这种严密性 那你对我们现在来说 你看真的来说太没观止 真的是智慧的表达 善德大师呢 他不仅仅会造私院 雕塑方面 雕像方面 也是非常的突出 有些同学如果说去过龙闻石窟的话 这是路阳的龙闻石窟 你路要穿很近 飞车过去 现在也有三四十分钟的样子 又告诉我们 飞车过去 最庄严的 这叫勒浪佛 这是佛的法生像 他把它用这个像来表达出来 这个是在武则天时期造的 兼工的是学了 善德大师 所以 你可以想象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审美 没有那样造像的刚超技术 武则天不可能请他去监督 造努哲拉佛的大像 这可以说是我们华人造像的历史上 达到了极致最高峰的一种像 所以你现在一千三百年以后 去洛阳 去龙门 看到这种佛像以后都是非常正快 我们看到好像是因为你现在看似 感受不到那种力量 但是当你找到了那边的时候 因为那是整座一座十三 整座一座十三是一点一点造出来的 看到出来在大像之前最早期的卫边还有格鲁 格鲁它是卫边在保护这个塑像的 那格鲁非常宏大 结果非常宏大非常结实的 那年长日久以后呢 卫边这格鲁木的它修掉了 那么像就暴露出来了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人去四川的乐山大佛 你看 康姜的那种 那以前都有格鲁巴鲁 其实以前古代的塑像没有露迁的塑像 都是卫边的格鲁破坏以后呢 然后才看到佛像露出来了 大家以为是说 哦 你以为佛像是露迁的 然后就造了很多露迁像 其实这些都是不露法 那么善道大师这个所造的这鲁哲拉佛 可以说在我们造像的艺术上 没有人再能超越 所以现代人我们看到这些塑像 都是太为观止 只有顶礼摸拜的份 然后呢 你像夫制仪 夫制仪从这样下去呢 都是不可能 那么他也擅长书画 什么都会 他把这个信徒供养的镜字呢 书写阿弥陀经 写阿弥陀经写了十几万诀 十几万部的阿弥陀经写了 以后跟大家解缘 画净土变相 就是把阿弥陀经 把《观无量寿经》 以及《无量寿经》 以及《极乐世界》这些庄严的像呢 画出来 画在墙壁上面 那一般呢 都是寺院的墙壁上面 广为流通 那么在近代 近代我们最近是一些新疆刚昌 这个出土挖掘了很多熟悉的佛教经典 在唐代时期印刷术还不普及 非常少 那个经书都是用毛笔操的 那么善导大师呢 那所抄的阿弥陀经呢 在新疆都有发现 上面写的落款是 愿生彼求 善当愿谢 愿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彼求 善当发愿所写 这个西方净土变 刚才我们谈到那个变 变化的变 金门变为图画 这个叫变 这个佛经叫变文 那么佛经变为像 叫变像 这个就说明 这个佛经的文字 已经不是标准的文言文 所以它是变文 佛经的变化 变成各种各样的图像 如果说是你仔细看这些 整个的这个造像所画的 这个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 这个确实是非常有震害理的 如果说有些同学 你看去那个东黄石窟 还有去榆林石窟 东黄石窟 你现在远远地看 是一个九层 未边是一个九层的阁楼 是吧 你看到是在那个沙漠的 悬壁上 有九层的阁楼 远远看很普通 阁楼的周围呢 是一些窗户 透气的 要保持干燥和通风 大家远远看到 觉得是根本没什么 但是大家知道里边是什么 里边是一种三十多米高 四十米高的弥勒菩萨的造像 那格鲁里面 所以当你从中间进去以后 一般因为那个整个悬崖 悬崖才只有三十多米高 所以它往下面挖 往地下挖了 像已经造到下面去了 当我们人进去的时候呢 正好呢是在佛的胸脯这边 然后你突然进去以后 哇 站在你面前 面前竟然是那么高大的一种佛像 你这边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去榆林师库 立东坊师库大概 可以折过去 还有四五个小时 在沙漠里面 沙漠里面那个是七连山的脚下 有雪水 雪水融化了以后流进了河流 冲刷车的悬壁 然后呢 古人的那边造了很多的佛像 那也在悬崖里面 你进去之后也是 你远远看根本看不出来 但是一进去以后 也是一种三十多米高的佛像 三十多米高十多层都高了 你就感觉那些古人那种 不仅仅是他们的智慧 是他们的虔诚 能够造那么大的树像 在那样荒凉的地方 还有那么多人去那边 在墙壁上去画壁画 把佛经里面的内容 用壁画的形式 把它卖画的形式表达出来 一幅大的树像 这里看我们看是看不清楚的 这幅大画的中部 你看这是佛的说法图 你就感觉局部你要看详细的 那是非常非常细致 这幅大家所看到是清代时期 冰关盆所会的 你看到以前那些是唐代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 甚至到今天 1300年 1600年 1700年以后 那些颜色还是鲜艳如新 红的还是那么鲜艳的红色 蓝色的清清实还是那么蓝 天空的蓝清清实的颜色 黄的还是那么黄 为什么 我们现在的游戏 你大概算几年 三年五年基本上都不行了 以前用的颜料 发扫 化石 千人的 红色的石头 磨成红色的颜料 绿色的石头磨成绿色的颜料 蓝色的清清实 只有伊朗克和伊朗产 所以清清实比黄金很贵 那是蓝色的石头 磨成蓝色的颜料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们现在看到简单的一幅壁画 简单的一幅壁画 能够保充一千多年 颜色不变 但是你要去算它的代价 跟造一座寺院的代价是一样的 所以在那边你看到 如果说不懂的后面 他们所用的这些材料 以及他们这些用心 你感觉 这好像没什么好看 看得画画绿的东西 然后每一个下面 前面都是佛像 都是全部是力气性的 顶上是天空的颜色 或者是非天 然后上面是天人 在散花 然后周围是护法 然后最近也是菩萨 最近也是罗汉 都一层一层一层 当你人在中间 你都感觉 自然而然就觉得 我是其中的一员 我也是来供养的 我也是来文法的 你这个欢喜心 马上就升起来了 所以你看它每一个 这种石库的设计 都是哪里 一进去以后 你马上人就能够融入到里面去 这个佛的说法 你就看到这些 中间阿弥陀佛 然后左边观世音菩萨 欲别大师菩萨 然后你就看到这些 这些菩萨千千害重 都围绕着佛 然后你看到佛的顶上 这是佛顶上出的光明 光明里面是什么呢 画佛的形象和画菩萨的形象 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无量寿经里面不是说是当阿弥陀佛的说法的时候呢 他放无量光明吗 但是这放出的光明里面又有画佛 百千万亿画佛去做佛事 因为他在极乐世界说法 这些画佛去做佛事一点都不影响 那么画成其他在度众生各种各样的形象 菩萨的形象都是 这是以这样的形象 你看表达出这种 这是佛顶上是画佛 那这周围你所看到的这些香山 华山 卡山 这就是这些其他的佛菩萨千人 当佛说法的时候来供佛 然后你看这个壁画底下 下半部分 你看这非常清晰 干嘛呢 这是谁啊 你 我 他 莲花化山 你看这些是在家的学学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出家的形象 P的加三 你看这个就是说 当我们到极乐世界以后不是莲花化山吗 莲花化山以后 然后你可以上岸了 你看上岸了 你看这是背对的 跪在那边的合照 然后你看这些菩萨 非常欢喜的 哎呀 来了来了来了 赶紧欢迎啊 拍手啊 鼓掌都不鼓掌 咒月都咒月 拿着脸画的 拿着脸画 在等着我们 然后你看观音菩萨等着 就在那边等着给你撒干露水了 那一撒一说法 然后光一照 你马上智慧倒退了 烦恼都不现成了 就是他通过这样 非常紧急的 非常非常直观的 色彩非常鲜硬的这些图画呢 把极乐世界这整个说法的过程 莲花化山的过程 佛放光的过程 以及细节 很多细节 他给他描述出来 那这种对于一般的人 就是他不喜欢读佛经的 哎呦你看一下 心里边很欢喜 哦 极乐世界这么殊胜啊 这么欢喜啊 甚至你看到 在动画并画里面 那个莲花化山 他把它画得更加形象 有些小孩 就是莲花生 就是画了小孩的形象 很调习的 有些是光屁股的 有些是翻跟斗的 有些是手舞足蹈的 就是这是一件 非常欢喜的事情 到极乐世界了 然后呢 脱离三界 脱离龙回了 要行徒上到了 最终要成佛了 然后呢 每个人出来以后 都是这样的关系 那这是当时善导大师呢 他在不仅仅 以经文的形式 造识的形式 弘法的形式 念佛的形式 并且来还在画壁画的形式 他以这个形式呢 在弘法 那么这个 有关这个善导大师在 他在视线 往生的这种形象呢 在我们中国的记载 这个日本的记载 有三十多种 那比较可信的是 他这个当时 他在所住的寺院里面 这个西金寺 然后呢 是监督画 画净土壁 这样子画壁画 然后呢 就催促 催促身边的人呢 就说是 哎 壁画要赶紧完成 没有时间了 那么 这个画壁画的人都问他 哎 什么原因了 没到预期的时间 他说 我要走了 我要往生了 那么 大概住也就 时间不久了 你赶紧完成吧 那么 领终的时候 所说的 对大家的金注 就是大圣悲悯 佛悲悯大家 劝大家 专称佛名字 为什么呢 称名义古 无杂缘得正念古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这是我们最正的念头 念佛的时候呢 其他的念头呢 就不会生气 当我们专注力 在佛的 在佛号上面的时候呢 其他的杂缘 其他的杂缘 妄想 妄想了 就不会 占据我们的大牢 那么我们 具足 自诚恳切的心愿 念佛的话 也是与佛的本愿 能够相应 不违教诲 不违背 释迦时中 对我们的教诲 顺佛 与故 释迦时中 劝我们 发愿念佛 求生西方 要清佛的话 如果说是 若舍专念 修杂念者 悖中 悉得一二千 悉得三四 这是让我们 在基础 还没有稳固的前期下 一定要专念 多念佛的时间 多读净土经典的时间 当我们的基础 稳固了以后呢 这一区 逐渐地涉猎 其他的大产经典 那么有关 善导大师的 往生前的情形呢 往生前的情形呢 这是元代时期 东宁寺的助持 叫悠坛普渡大师 他有作连终宝剑 一共有十卷 谈到说是 善导大师呢 当跟了个话笔话的 说完以后 就站在他所住的 寺院门前面的柳树上 向西边发愿 说愿佛为神 就已接我 希望佛为神愿力 马上来接我 观音世智 意来助我 关心菩萨 大师菩萨来帮助我 往生 念我此心 故事正念 不要让我失去 往生净土的证念 不起进步 不要产生 任何对死亡的恐惧 不予迷途法中 赏身退脱 对于净土法门 生信不疑 不由丝毫的疑惑 和退转 愿必 与其树上 端生力化 讲完以后呢 再惹往生 这是善导大师 往生的前线 所以往生以后呢 身体柔软 荣光如常 异乡 音域 久而方显 生气非常的柔软 远远的都有各种 各样的意向 千月现前 那么当然有些 有些记载里边 也谈到说是 善导大师 从那个柳树上 翘下血 然后往生 这个其实是 曾经有其他的 有其他的信众 前来问善导大师 说念佛能得往生吗 善导大师可以 然后呢 他真的呢 就那么做了 那这个都是 特殊的因缘 所以在民国时期呢 有人曾经问 樱光大师 说是 我觉得活着很无趣 我要舍命 我要舍命 求往生 结果呢 被樱光大师呢 骂得臭头 可是善导大师 以这样的形式 站着往生 那么有些 在那个时代 有些特殊的情形 这个都是一种视线 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非常地自在 非常地自在 他想怎么样往生 就怎么样往生 没有任何的牵挂 所以你要是 从哪里跳下去 你想往生 你肯定是个冤死位 不但往生不了了 他会把自己 搞到地狱里面去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 法无定法了 我们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 不要说看到善导大师这样做 我们也想这样做 好 那么大师往生以后呢 他的弟子叫回应 回应呢 在把大师的领骨 他的属利 埋在中南山的神河园 建塔叫丛林塔 那么塔旁边建寺院叫香祭寺 香祭寺 那么我们今天去西安 依旧地看到香祭寺 那个塔了 顶上已经塌掉了 但是呢 一千多年的塔还没到 那么唐队 这个善导大师亲 这个叫唐高宗李治 李治就是武则谦的丈夫 他知道善导大师有这样念佛 能够口出光明这样不可思议的内向 所以呢 就把善导大师所住的寺院 香祭寺呢 后来就叫光明寺 就专门写了光明寺 三个字呢 送给寺院 那么后来呢 大家也把善导大师呢 就叫光明和尚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说是 善导大师所说的佛说 由于善导大师受到 上到这个帝王的宗宠 向到世人的敬仰 所以宋代 天才宗的医学高僧 叫宗小道师 给祝宗 各宗会列这个祖师的时候呢 他选择宋以前修师得利 圣宏净土坊门的高僧大师 一共有七人 所以把善导大师列得 宗三慧远大师之后呢 作为二组 这是我们汉常说 叫净土宗的列祖 那么到净土坊门 从唐代时期传到了日本 那么日本净土中呢 就把善导大师作为高祖 高祖是什么呢 就是善导大师是日本净土中的第一代祖师 所以他就高祖 那么他的著作呢 一共有五部九卷 那么非常有名的就是观金四且书四卷 华生理占有一卷 法士占有两卷 波州占有一卷 观念导文有一卷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两类 观金四且书呢 主要是谈净土的毅力 我们谈凯定古今啊 就是观金四且书 对于观无量书间的注解 一共有四卷 来著书 所以这个十八卷徒的毅力 就从善导大师时期呢 就确定下来了 那么其他的呢 都是台修学的 行持的 就怎样念佛 怎样经行 怎样禀拜 二六十中怎样修学的 我们第八代祖师 连持到四卷 善道和尚 试传来思 弥陀化身 就是在历史上 一直把它作为 阿弥陀佛的化身来的 见其自行经验 历身广博 万代之相 又能感化荣心 若非弥陀 一逼 观音普贤之仇 乌乎打贼 这是连持到四卷说的 就是说 你从这个 他的行持来看 就是 什么都会 什么都知道 并且每一样呢 都能够做到极致 做到精神 所以他 即使不是阿弥陀佛化身 那么连持到四卷 有可能 或者说就是观音菩萨 或者是苦言菩萨 这一类的 等觉菩萨化身 那么英光大师 是善道和尚 他说 若能学解 一切法门 都应让学 若能修持 许则 弃理 弃击者 方有实 从学法门的毅力来说 那么所有的法门 确实来说 到净土的基础 进进以后呢 我们都应该学习 但从修学上来说 修学上 你想要得功夫 想要修学有力量 想要能够降服自己的凡凡的话 那必须还是要选择法门 能够契合自己根基的 所以善道和尚 系弥陀化身 有大神通 有大智慧 其红茶净土 不少全妙 所以从善道道士 所留下的著作 特别是关键丝铁书来说 谈学什么样的很小 很小 为在真切平实处 教人修持 谈的都是非常实用的 在我们生活中 能够用得上的 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东西 至于所事 专杂二修 其力无权 专杂二修就是告诉我们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在修学过程中 一定不要贪多 不要贪多 不要贪杂 选择了净土法门 以后就按净土法门 这些意理不断地去生路 选择了净土法门 按净土法门的方法 哪方法 特别是善道道士所提出的 这种异性 以吃佛名号的方法 当然 如果说是我们吃佛名号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分配 比方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时 我们可以半个小时念佛 半个小时念佛 然后呢 半个小时 我们可以十分钟 或者十分钟 我们来拜佛 最后十五分钟 送一部阿弥陀金 最后就做个三鬼 一通的回向 一个小时 很圆满地接受了 所以 在我们的分配上面 还是要念佛的时间 要多一点 这个对于我们自己的修许 帮助是非常大 他留下一首 《馈制人口的劝识》 这个我们可以多念一念 确实是可以我们 摸一下我们的头发 掉得没几根了 然后看看我们的皱纹 满点都是 所以定见鸡皮鹤发 皮肤呢 都越来越紫粗糙 看看行部冷中 上下楼器都已经不方便 假绕金玉满堂 欺免虽惨病苦 谁都免不了 有这个过程 任如千般愧乐 无常中事到来 唯有近路修行 但念阿弥陀佛 所以对于人生 这个整个过程 一定要有一个 深刻的了解和认知 并且对于世界的一切 我们真的在尽我们责任 都同时要知道它的虚幻性 也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 那么在选择法文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有近路 近路就是直路 愧路 少看 那近路 走着瞧近路 直路 愧速的路呢 我们发愿求生净土 一心念佛求生力度 能够在我们菩萨道的修学上面 菩萨道的修学上面 能愧速的成就 愧速的成佛 这个就是圣道大师 他们的一些生平和行持 那我们今晚放在学习了 就到这里了 好 大家一起来回向 愿宵乃节 祝夜上 愿得如会日增感 愿尽此身秋梭佛 愿佛皆宁生安养 好 大家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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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